不能創造 那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 连你自己都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内地影视圈里 因为一部电视剧喜欢克CP的观众 朋友们有很多 一般他们喜欢把电视剧的角色带入到真实现实生活中 更希望他们走出电视剧后依然是情侣的角色 但是在娱乐圈就有这样一个例外 那就是肖战和李庆 尽管他们已经合作了好几部电视剧 但双方的粉丝却一直在相互撕撤 梦中的《那片海》拍摄引发骂战 原来是肖战和李庆共同饰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如今正在官宣的拍摄当中 只不过有网友爆料 李庆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以及《人生路遥》这两个电视剧的时候 因为两个剧组来回跑 导致拖延了剧组的进度不说 还在上海拍《人生路遥》的时候被隔离 因此耽误了肖战拍摄的进度 更被人批评李庆是在亚戏 亚戏是一个网络的流行词 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 它主要是指一人在同一时间拍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他们会在拍摄一部剧的同时趁休息的时间赶去另一个片场拍另一部戏 通常会有两个集以上的剧组在拍摄 其实在一些大外的身上 亚戏的情况都是很常见的 还有的明星在恒电拍摄的时候 碰到朋友拍戏还会去客串一下 我们所熟知的刘德华 成龙 他们都有奔波在很多剧组之间的经验 但为什么到了李庆之里就要被骂得狗血淋头呢? 主要是因为在内地这些剧组 因为驻扎在不同的城市 亚戏如果两头来会奔波演戏 证明他们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会特别大 李庆在两个剧组拍戏 大多时间都奔波在路上 导致有的时候他可能连剧本都没有使劲看完 就已经去拍戏了 这样通常会造成他们演员演戏不认真 质量下降 再加上李庆 因为疫情留在上海 就已经影响了那一边剧组拍摄的进度 尽管有人也非常担心李庆的安全问题 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减少外出 一定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一种方式 但是有一些剧组的粉丝则相当生气 他们甚至担心这部电视剧能不能够圆满地完成拍摄任务 更有一些肖战的狂热粉丝开始疯狂攻击烈庆 因为现在肖战拍摄电视剧只能和替身一起拍 这样会导致肖战的情绪调动不饱满 李庆买热搜洗白 在联想起之前的种种 他们更认为李庆不仅连累了肖战影视剧拍摄的进度 还倒贴自己利用肖战来炒作 更有的消息说 这两个剧组因为李庆的隔离 导致了双方的剧组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他一个人无法工作 拖累的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整个拍摄的进度 除此之外 还有工作人员 其他机器设备的使用 这张剧组也是很生气 甚至有了换人的想法 于是 就出现了这几天李庆买热搜的举动 有人说他甚至专门买了路透图和热搜为自己洗白 但是却没有收到大家的原谅 反而导致事情更严重了 在路透中可以看出 李庆和肖战两个人坐在餐桌的中间位置 其他的演员在两旁 他们在一起开心地吃饭 背景是一些红色装饰品 有红色的春联和灯笼 看起来相当的喜庆快乐 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拍摄春节吃团圆饭的一个和家欢乐的场景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内部的照片 一般人拿不到 除非是有人专门传出 但传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肯定是李庆为了转移自己黑料的视线 主动将这样的照片爆出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二月份他们在北京拍戏时候的场景 但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 李庆这样做的目的也只是可能 是为了不被删减戏份 所以找人放了这样的一张图 毕竟以这样的视觉来放的路透图不像是粉丝 更像是内部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 肖战 李庆频频合作引发猜忌 除此之外 李庆和肖战的关系一直就饱受大家猜忌 其实早在之前 两个人的合作就有了很多 在肖战还没有完全活的时候 他就已经和李庆合作拍摄《狼殿夏》 当时的肖战还是男二的角色 李庆已经是女一号了 随后 两个人又接连合作了很多的作品 比如有《朱仙》 《斗破苍穹》 《庆余年》 《狼殿夏》等等 前几次的合作 他们都是相当顺利 而且圆满的 拍摄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 导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传言称 两人已经秘密在一起交往了 在肖战拍摄《狱古遥》的时候 还有粉丝发现 两人在一起吃饭的视频与照片 似乎种种迹象都在印证两个人在一起的消息 只不过当时消息没有太过于火爆 双方的粉丝也没有现在如此激烈 但现在回想 却有很多人觉得李庆是在专门蹭肖战的热度 其实 亚戏并不是什么特别观众的问题 毕竟 如果一个演员有实力的话 他也可以在很多剧组当中同时饰演不同的角色 但是李庆不知道有没有何思考过 现在正是疫情期间 本来四处流窜的风险就特别大 他还经常会奔于两个剧组之间 这样带来的安全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 亚戏本来就不是被提倡的 他们演一部戏就需要对一部戏负责 现在娱乐群风气被整治得如此严重 就更不应该为了演戏而演戏 我们虽然希望娱乐圈和影视圈能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演员可以保持出心 以热爱的态度对每一部剧的负责任 更希望他们可以对得起自己演员的身份 拍一部戏就专注于一部戏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至于这件事情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对待 对他们的私生活还是少关注为妙 在疫情发生的这个时期 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都是有可能的 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如何这些非文和八卦 不信谣不传谣是最基本的道德素养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